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 就没关系 哈喽 我是Kevin 欢迎收听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请到在技职体系当辅导的小范姐 她现在已经退休了 可是她还在继续从事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们这一集继续的邀请她来跟我们分享 范姐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是 范姐你觉得你跟这些学生好像就像我一样 我那时候虽然已经毕业了 可是我在一些人生重要的阶段的时候 我脑海中就不知不觉就会浮现说 我想找范姐来聊一聊 你是怎么样让学生这些孩子对你有这样的一个 好像一直念念不忘 一直会希望能够去跟您有这样的一个持续性的关系 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希望拥有一个心灵导师 是可以长久的 是了解我的 是认识我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这样的经验 在我20岁的时候遇到我的心灵导师 就是我的辅导 当然辅导有很多个 可是那个能够成为心灵导师的是少数的 那他让我感觉到他的人生智慧啊 还有知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感觉到 望尽管辅导师的 就觉得好像那个 那个汽车过去那个城 我那个后面的飞扬的城土 我都追不上这样子 可是他可以给我很大的稳定感 因为他都会 他答应的事情 聚会的时间 他都会稳定出息 那他就跟我讲说 做一个辅导就要像火车站 永远在那里 随时欢迎火车停下来 就是说你要去找 反正到一个城市 因为我们以前是在东部嘛 就是像宜兰啊 洛东这样子 火车站就是我们的地标 火车站不会来找你啊 可是你可以去找火车站 你就跟他说在火车站接 就没有问题 那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他永远在那里 只要我去找他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一生的影响 很大 那我也是会希望自己当辅导的时候 就像一个火车站 只要学生有需要 他想要跟我讲讲 我就会很很愿意 而且我觉得因为看过他们 尤其是学生嘛 你看我们五专生从16岁开始 从翘课开始 就是那个小心思啊 小心眼都很了解啊 还有家庭的关系啊 他们的啾啾哥哥啊 都知道 所以常常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也许他 因为我后来看我们五专开放就考 大插大 考二级 我就想他们毕业了 应该去找他们大学的辅导啊 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 他们有新的团契啊 可是我就问他们 他们就说说不出来 好像长大了就说不出来 好像可是回到 好像以前认识的辅导这里 有一种 好像特别那个就可以打开 他就可以说 因为他觉得你懂 他觉得他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 而且他相信你信任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我那时候的辅导 给我的感觉就是 他非常接纳我 他虽然那么有学问 我觉得他很有学问 后来我们现在四十多年都还是朋友 他还是我常常很多时候的指导 是 我听刚刚范姐你说 因为我也就在想我自己 那时候会回去找您的那种感觉 你说那就是一个车站的感觉 给人家一种安定 他永远在那边 所以当你想家的时候就会回去 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像是一个家的感觉 然后你知道你在那边 你可以什么都可以讲 什么都可以问 原来让你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 你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辅导 对 那不晓得在你的印象当中 在你做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工作 你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 印象很深刻的一两个毕业的学生 后来应该是很多啦 要你去想一两个会不会有点太为难你了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特别的地方 你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就想到一个 他是第二届的 他后来就去了中国 就是在那边经商嘛 太太啊 小孩啊 家人啊 都过去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医疗是很好的 他们有什么重大生病的时候 都会马上买一张机票回台湾 那这个学生呢 他常常回来都会找我啦 可是他有一次就很紧急 开刀 因为反接时 那我就赶快去到那个开刀房门口 因为他说第二天开刀 我就第二天就赶快去 守在那里 守在那个开刀房 后来那个医生呢 就开完刀 就跟我讲说很严重 然后他就给我看那个 那个盘子里面 有五颗结石 还有那个 好可怕这样 他就问了一句 你是他的谁啊 我也认了 我说我是他五专的老师 他就好像很不解这样走了 我自己就想说 对呀 五专的时候才二十岁 他现在已经五十多岁了 为什么到现在还是 好像这种 重大 这么重大的事情 我就想说 这就是辅导吧 哪一种老师可以这样 跟到五十年 大家不是常常在那个 多互动啊 可是在重要时刻 他想到要找谁帮忙的时候 因为家人都在中国啦 那开刀是不是 应该要有人在外面 等着 还要签一个 签字 有生命危险 你还要为他去签这个 对 可是我就觉得 对 这是 那一次我是讲完以后 那个医生问完话以后 我才想到说 哦 我们的关系是这样子 是 对啊 这是什么关系可以 就是 好像 已经 不只是这种 老师学生 你说那个辅导的 那个关系 好像也 也已经 升华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所以范姐 因为 我知道你也没有 没有进入到婚姻 没有 没有自己的小孩嘛 那 会不会你 你对于这些学生 你 你都是 用类似就是跟 跟孩子之间的这种 这种互动 这种关系 这种爱 我觉得这个 讲孩子 好像很自然 所以再老了 还是孩子 这一种是 那个一般家人 是一种血统 那种关系 那可是我觉得 我跟这些学生的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 基督信仰 所以我觉得我们 也有一种 一种血脉 一种属灵的血脉 那我觉得 维系我们的 就不是血统 而是那种 共同的信仰 那种信念 甚至我们有 拥有的那个目标 价值观 是 很多都是 同一个领域的 而且会维系我们 我们都很重视 不重视的就走了 不会来这个火车站 是 好像就 虽然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点 搭上那一台列车 可是好像 有一个相同的目的地 都在这个列车上面 而且奋斗 你像不像是也是 其中的那种列车 这样的感觉 反正跟着你走 就不会错 所以如果 如果要你去描述一下 用一个词来 来形容 描述你跟 这些学生 这些你 你辅导过的孩子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 你会怎么去形容他们 我觉得会用家人 家人 而且你看我们每一届 都会成立一个家民 譬如说第一届是 阿嘎北家 第二届是 陈欣家 等等之类 其实我们 那个家 其实那个家 跟手足的那种 关系也很重 我觉得 也不是说 只有我跟他们的关系 还有那个 他们那一届的 彼此之间 对 我觉得那个也是 很重要的 彼此互相的 那个 怎么讲 彼此之间的激励 或者是连结 因为我们看 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学电机的 学海事的 你看就差很远 对不对 学护理的 我们在各大医院 都有我们的护专的 毕业生 就会被特别照顾 那都彼此需要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 那个家人之间的互动 也很 也很特别 特别 你知道他们那时候 筹备的时候 都是20岁 一定要有爱情 互相的吸引 所以应该也有一些 就变成是夫妻了 对啊 家对 有的时候是好几个人 喜欢同一个 这就有点麻烦了 还好不是一个人 喜欢很多个人 所以你应该也 曾经在这个当中 要去处理这个 错重复杂的 对啊 三角四角五角的关系 厘清啊 那那时候 你怎么去 很有技术性的 不要让任何一边 觉得说你好像偏袒谁 我觉得重要是聆听吧 就是我觉得 听他讲 然后讲完了 或者是 永远讲不完 就帮他们分析一下 提供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 都戴着不同的眼镜 那个颜色 对不对 就告诉他说 还有别的颜色 还有别的角度啊 提供他们参考一下 我觉得 能够去有一个 愿意聆听他们的 这样的对象 这样一个可以信赖的 对象 其实就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在 人生碰到这种 很复杂的时候 很难的题目的时候 往往就是自己 陷在那个当中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如果有一个人 愿意听 然后听完了之后 可能不是给建议 就是帮他整理 让他更清楚知道 他可能只是被困住了 对 那就可以 再去想清楚 到底怎么样的 下一步 对 选择跟决定 其实我觉得 人生有很多时候 都是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在那个当下 你好像就迷路了 对 但是有一个 有一个长辈 有一个可以帮助你 这个让你先 安抚一下你的情绪 不要慌在那个里面 都是很负面的 冷静下来之后 好像自己就可以 慢慢理清 所以范姐就说 你觉得跟他们 就像是家人 我觉得 在华人的家庭里面 我们说 常常会听到说 家是会伤人的 所以很多人 在他自己的原生 家庭里面 虽然有蛮多的家人 可是 却没有去选择 去找他的家人 去做这件事情 对 但反而我觉得 在范姐 你所扮演的 这个辅导的角色里面 其实给了他们一个 更安全 更可以信靠 信赖的一个管道 一个对象 让他们可以 找你去情愫 我觉得这个关系 真的是 好特别 我也觉得很幸运 是 因为你看 一般要养小孩 食喝拉撒 八十把尿 还要赚钱养活 我们都不用 是 我们只要做心灵的对话 就好了 对 很享受 所以有些人就说 我玩人家的小孩 就好 我不要自己养 不要自己生 不要自己养 对 那范姐 你觉得在现在的 这个世代里面 我想经过了 这三四十年下来 你大概也有接触到 现在的新的世代的 这些学生 这些孩子 你觉得他们在 目前在这个学校里面 他在这个社团里面 他们跟学长姐 学弟妹之间的关系 有没有什么变化 跟以前比较起来 我觉得变化很大 以前我很容易就可以 有团队 大家不同的天赋 不同的恩赐 可以互相的贡献 支援 现在人好像 大概三西太厉害了吧 都陷在个人的世界里面 很不容易敞开 或者是说敞不开 譬如说以前 我最喜欢就是 请学生吃饭 到家里面 一群人 大家就说说笑笑 而且开心得不得了 现在的学生 如果里面有一个 他不对头的 只亲两三个人 就不敞开 你就觉得这个饭 吃得好无聊 你是说 他跟其中的一个人 两个人中间有一些 特别他觉得陌生 或者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事情 那我就实验过 比如带两个人来 我想一次一个太麻烦了 两三个一起吃 然后聊天 晚点桌游 好干哦 下一次我就再请一个 最沉默的那一个 我说 再来吃一次 他就说好 来了 我都没有说话 他就说不停 因为那个人不在 另外那个人不在 还是说他觉得他需要被专属 我不知道 有可能 因为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 他就就就就说不停啊 什么事情都跟你讲了 家里啊 现在啊 感情啊 什么呢 都讲了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好麻烦 因为我觉得以前 我们可以用那个同才的关系 同才互动 他们自然会化解很多的事情嘛 对 这些辅导也不是万能啊 不懂所有的东西啊 我们只是做一个触媒 或搭一个平台 让大家互相的表现嘛 互相支援 我们就 特别是奔向一个利他的目标 譬如说我们为学弟妹办一个营会 完全是利他 那种无私的贡献啊 不管你是生活组 管理范式 或者是你是节目组 设计节目 或者是音响啊 美术啊 各个方面 现在就好难了 所以那个营会人数就越办越少 团契也是 就这跟少子化 跟着整个成长的过程 他可能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可能就比较都在自己的 山西的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不是真实的跟人家有人际的互动 可能吧 我觉得他都常常什么事情都说少子化 所以人少 我就觉得说我们也没有要很多啊 我们只要两三百个啊 这总是有的吗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 因为就是可能 现在所谓的少子化 可能他现在两个孩子 就是他有兄弟姐妹这件事情 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就是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根本就没有 没有另外一个兄弟姐妹 所以他变成是 什么事情就是他一个人 然后他也就都被关注了 对啊都不肯分享哦 吃苹果要吃整个 对啊 都不可以切开 以自己为 大家分食一下 是 都不愿意哦 是 我是看着气死 嗯 所以在在团契当中 其实也是帮助他们 有一个机会去跟别人 对不对 就是有这样子 对 然后去 虽然他没有 不是他的兄弟姐妹 可是这些人可以成为他的家人 好 我想最后是不是请范姐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 会是哪一个对象 我在想 我也特别想要跟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群 年轻时代的这些学生 那可能他们是在 寄资的体系 他们是那个可能 会被比较被忽略的那一群 那您可以跟他们 分享一下 你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踏进校园书房吧 就翻开一本诗歌 校园诗歌 第一首的下面有一行字 他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此爱吸引你 哇 我非常的受到感动 立刻就买了 可是我觉得 无论什么样特质 个性的人 都会希望拥有这样子的爱 是稳定的 永远的爱 爱你 所以我希望 我期待每一个人 都可以找到自己那个 生命的毛 是稳定的 你可以相信 你也迎向他 接纳他 被宝宝 被珍惜 永远的爱 好 谢谢范姐 在这两次 跟范姐的访谈当中 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 一个回忆 跟一个 就是去从这个当中 去想到我自己成长的过程 可能也是原生家庭的影响 我 虽然我的兄弟姐妹很多 可是我是一个 夹在当中 我上面的哥哥 大我五岁 我的弟弟 小我五岁 所以我有六个兄弟姐妹 含我六个兄弟姐妹 可是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 也是感觉还蛮孤单的 但是 直到我进了这个 学校的团契 那有一群 跟我完全本来不认识的 这些 学长姐 同学 然后我们 就这样子过了五年的 这个团契的生活 其实这些就是 真的这样回想起来 他们就是在那个阶段里面 我的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家人 那特别像有范姐这样子 她 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她想要 把她自己所领受到 那样的一个 被关注 被爱的 被这种 无条件的 可以去 去倾听 去接纳的 这样的一个对待 她就对 对这些孩子 对这些学生 降下来 三十几年 那我相信 范姐 虽然她没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这些都是她的孩子 而且都是一个家庭 这些 在 他们的人生当中 应该都 得到了一个 像刚刚范姐说的 其实每一个人都 渴望被爱 那我想 范姐 跟我一样 我们都 在我们 还不认识这个上帝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爱我们 所以有这个 机会把这个爱 也可以跟我们 身边的人分享 非常谢谢 范姐 在我的 那一段过程里面 陪伴了我 然后让我 得到这样的爱 那也希望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爱 我得到这样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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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